Hello,大家好,我是Poppy 真的是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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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见了呢 那由于最近呢,我换了一份新的工作 所以呢,我也有休息的时间 这样的话就有时间再重新开始录视频了 那这个视频呢,我主要想来给大家介绍 介绍2022年我选择了哪一个手账的本子 那这个本子呢,它的牌子叫做Grading Life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19年和或者是20年吧 我曾经出过一个自我手账的视频 那个上面呢,我贴了一个阅历的贴纸 其实就是同一个牌子 今天呢,主要是想快速的带大家过一下 这个本子的几个特征 那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我选择这个手账本的最大的一个特征 就是它的年月日是三位一体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当我们把它翻开的时候 它的年历,还有它的月历,还有它的一周的这个计划 是可以摊开在同一个平面上的 这样的话呢,我们自己在做计划的时候 就可以非常好的参考年和月的一些安排 然后来安排当天的一些事情 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没有年倒是挺无所谓的 只要月和日能保持是一致的就行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一周两页呢 通常情况下是左边是周,右边是空白 然后让大家来记录一些需要大量空白位置记录的一些内容 那月计划通常会放在整个本子的最前面 或者是每个月的最前面 那如果要是查看周计划的时候 就需要反复的就是导回去再去查看 所以呢,在规划和反思的时候就会比较不方便 即便是我们自己做的手帐 或者说自己写的那种bullet journal 其实通常情况下我们也会单独的拿一页 去设计一个月份 然后拿后面的页数去做具体的日历的一些规划 这样的话呢,也是会造成大家反复的去翻 不是很方便 那这个手帐本的设计呢 就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在一个月中 我们不管是在月初做好的计划 还是在月中补充上去的 都可以在我们所需要用到的这一周当中看到 因为我们只需要把已经写好的这一周的内容 翻到我们刚才的月计划后面把它夹住 其实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前后的去翻页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是非常棒的 第二个我觉得非常独特的设计呢 就是它的一个书签系统 这个本子呢 既有平常的手帐本都有的这两条书签带 可以直接帮我们听位到我们想去的这个内页 当然了它还有一个设计我觉得非常的棒 就是它前面会有这样的一个速封 这个速封呢 特别厉害的点就在于 它可以直接当做一个书签 我们把当月的那个月份页直接用这个速封给盖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手帐本合上 当我们打开的时候 这一页就一定对着的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这一周 当然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这个隔夜的下面 它其实还有一个隔夜 我们就可以去加一些我们喜欢的卡片啊 或者是比较激励人心的画 它的后面呢 同样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就可以加一些我们平时可能需要的一些贴纸 或者一些功能性的这种小贴画什么的 那我在这呢 其实放的就是我以前的本子里面的一些赠品的贴纸 我觉得它的功能性比较强 所以我就直接放到这了 它的右上角呢 其实还有一个笔叉的位置 但是跟传统的那种一个圈的不太一样 它其实就是一个单片的这么一个速封票 可以拿一个带小夹子的笔把它给插起来 但是呢 我选择了在这个地方放一个我平时比较常用的一个便签 这样的话我做书签也比较方便 然后我去标记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也比较方便 后面呢 我想来跟大家说一说整个手杖的内页构成 从前往后呢 分别它会有一个年历 然后这个年历呢 第一页呢 是去年跟明年的 然后翻过来呢 就是我们今年2022年的一个年历 然后再往下它会有一个yearly schedule 我们可以记一记我们朋友的生日什么的 后面呢会有一个monthly chart 就是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日子或每一个月份当中 去记一些打卡 或者是做一些项目的规划干特图等等 这个红色的部分呢 其实主要是按照日本的休息日所规定的 然后当我们翻完每一个月份的时候呢 它就会到达我们的主体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月计划和周计划的部分 月计划呢 其实它是以周一为开始的 翻面之后呢 它会有整个月份的一个to do list 我们可以在上面呢 去写一写我们这一个月 想计划做的一些事情 每个星期配的这个空白的页呢 其实它是方格页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每周的一个计划 它就是非常的贴心 会把这是整个年份的第几周 还有它是第几个月都会在上面标注下来 而且呢 它的每一天当中也会标注 这是全年的第几天 然后 我们再往后翻 给大家翻一个这种空白页 它上面其实会有时间轴 所以这个本子它其实有两种 一个是竖板的时间轴 一个就是我这种横板的 因为我觉得竖板的时间轴 可能会更适合于学生 所以呢 就是我选择这种横板的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时间轴来用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横格来用 我觉得都还不错 这个时间轴呢 其实就是从早晨八点到晚上二十四点 再往后翻呢 它其实有七个正反页这样子的空白的部分 那大家呢 可以用这些空白的部分呢 去写一写自己想要记录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在这儿呢 我写了自己的一个阅读记录 然后右边这张纸呢 其实它是一个我的书单 然后我每一到两个月可能会更新一下 然后这个书单呢 其实我就可以把我已经读完的这个书 记录到左边的位置上 这个书单呢 其实我用的就是一个to do list的这么一个纸 然后我用胶带把它给固定住 这样我可以经常去更换 然后后面呢 我是一个年度的计划 就我的生活财务 还有工作学习这几个方面去做的 右边的是一个财务记录情况 就是把我真正赚的钱 还有花的钱都记录下来 右下角呢 留了一些空白的地方 可能会做一些就是budget相关的东西 然后再往后呢 我开始重新录制视频了 所以呢 我也想记录一下 我整个年份到底发了多少视频 所以这个地方不是一个记录主意的 是记录一个我已经发了的视频的这么一个部分 后边呢是我的一些新的想法 然后我还留了两页空白的部分 作为一个补充 再往后的话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日本手账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比如说尺寸表啊 还有时区图啊 还有日本的各种地铁啊什么的 但是这些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参考意义不是很大 然后最后一页呢 它是一个自己的个人信息的部分 大家就可以去写一写自己的个人信息 但是不用全写 就以防这个本子丢了 别人找不到你 接下来呢 想说几个小小的问题 第一个呢 可能会有人想问这个本子主要是记录什么的 那对于我来说呢 其实主要是日程和效率方面的内容 我希望能有一个东西来去清空我自己的大脑 然后在固定的时间节点可以进行总结和反思 然后也可以记录一些随时想到的一些点子等等 那第二个问题呢 可能也是比较多同学关心的 就是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本子吗 手账体系怎么建立啊 其实目前的纸板的本子 我就准备了这么一个 当然工作上我还会有一个记录项目的本子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电子版 比如说像印象笔记啊 或者是notability啊等等 我觉得已经比较能满足我日常的生活和需求了 第三个问题呢 可能会有同学关心我配套的这些工具是什么 那我用的呢 其实是一个pilot的一个多功能笔 用的还是三模块 这个笔其实在我很久很久之前的视频当中就出现过了 然后我选的三个颜色呢 分别是黑色绿色还有橘色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芯拔出来去换别的颜色 甚至你可以换成一个自动铅笔 其实都行 而且呢 这根笔是我特别特别早某一年买的限定版 然后我觉得它的颜值非常之高 我非常的喜欢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投币收藏点赞 那么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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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